柴静自述央视十年工作历程的新书眼下卖的可说是如火如荼 而同时成为热点让众作粉丝关心的还有他低调的恋情 根据最新一期《南都周刊》爆料 称其已经与某知名摄影师低调完婚 并在三环外筑起艾巢 艾巢为一个普通的公寓 柴静的自传性作品《看见》在首都图书馆举行受发誓 柴静说那时候我就想等我长大了 我要保护我的私生活 因为这是我的事 不希望任何一个人随便都来问我什么时候结婚生子 在媒体采访换结 柴静回应了冯唐为他离婚一事 他说谣言中的柴静两字跟他没关系 只是传播谣言者的想法 我连辟谣的兴趣和时间都没有 柴静说 顾柳娱乐 渔文宿地为你整理八道